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插入适当大小的图片 在网站上的图片 因为每一个网站都有它自己固定的版型 如果你的图片大小没有控制好就直接塞进去的话 那这个网站可能有时候会破图 就是整个版面可能会破掉 譬如说它整个图片太大 它会往右边挤 一种是整个版面会破掉往整个往左右拉宽 变得很不好看 另外一种是那张图片本身就被截掉 另外一边被遮到看不到 所以我们在网站上一定要插入适当大小的图片 那我们会来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刚好的图片 怎么样缩图缩到你适当的大小 那我们看第一个 图片有没有加边框的差别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有范例给大家看 一般来说我们放进去的图片 最好要加一个边框 一个pixel就一个像素的边框 这样会比较好看 那第二个我们可以利用简单的软体来修图 来加边框 那我们也会告诉大家用什么软体 最简单 那怎么样加边框最简单 那第三个呢 简单好用的拍图截图的方法 测量该上传的正确图片的长宽像素 我们也会跟大家讲这个软体它怎么样去拍摄你的荧幕的截图 那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一张照片 很漂亮的照片 那可能是阳明山的照片 可是你没有办法当地去拍这张照片 或者是你的电脑里面目前没有这张照片 可是你又很需要放到网站上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到flickr或是皮卡萨等等的那个图库网站 那去上面搜寻相关字关键字 然后找到这样子的图片 那这样子的图片呢 也许它非常大张 那我们去把这个照片呢 截取某部分就可以了 因为你整张用别人的图 这个可能会 可能会有 人家如果要告你说你 你取用他的图片 那这样很麻烦 所以一般像我去抓一些素材来的话 我不会整张图片都引用 我一定会把他的图片截取一小块下来 然后在上面编修一下 比如说打个字啊 或者是弄个东西上去啊 弄个其他图案上去 或者是弄两张图片去把它叠在一起啊 这样就比较不会被搞 然后你要把这个先去测量说 这张图片我需要它的宽 可能比如说500 然后高度300 那500×300 这是我要的宽度跟高度 那我们这个截图软体就可以直接截取 马上看得到这个尺寸500×300 OK那你就咔一下 咔嚓一下按下去 这个图片就截取完毕了 好我们开始来看范例 好这里我要介绍一套软体 它叫做hypersnap 这一套软体 hypersnap 那这套软体呢 目前我现在用的这个是第五版的 那因为它后来的版本越来越庞大 所以我都一直用旧版的 那这个软体它很方便 你们可以在光碟片里面找到这个软体 那看一下这个软体的功能 那比如说我现在里面有一张图片 那这张图片呢 它是没有边框的 没有边框的 那假设我希望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张图片是怎么出来的 比如说我先到网站上去搜寻 因为我那天写了一篇部落格 是关于健身的部落格 那我去搜寻一下 我到google去找 这个是刘德华以前演过的一部电影 叫大之老 他是一个健美先生 那我就搜寻图片 好像刚刚那张照片 譬如说我现在抓这个图片 这张刘德华的图片 然后点一下 然后按右键 另存影像 把它存到我的低潮 然后改一下名字 说大之老的照片 存档 好 OK 那这张图它本身是没有边框的 我们要看一下 好 先把这个网站关掉 然后我把这个hyper snap软件打开 那这个是一刚开始我开启的 我先把它关掉 我们去开启刚刚那张图片 刚刚那张图片 我们放在低潮 大之老 这张 好 开启 OK 就这张图片 那这张图片它是没有边框 那如果你要把它加边框的话 我们可以按图像 外框 然后这边 外框总宽度 1就可以了 不要太粗 然后颜色呢 我们可以用灰色的 如果是深灰色也可以 那或者是用纯粹的黑色也可以 那一般我比较喜欢是灰色 按确定 在这边 在目前选择图像的四周加入外框 按确定 注意看 旁边的边框跑出来了 这个就是1 1个pixel 1个像素 1个像素 然后我们再按 存档 另存新档 然后再把它存到低潮去 好 这个是 有边 有边框 大之老图片 存档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边框跟没有边框 这张插在哪里哦 我们先把这个缩小关掉 好 比如说我要在我的部落格的文章里面插入这张图片 然后我们先到部落格的后台去 我故意发表一篇文章 这里写建立新文章 然后这个是 我就写一下文章的主旨 写大之老 然后这边我们就插图片 这边有一个 insert image插入 选择图片 选择档案 在低潮里面 这是有边框的 这是没有边框的 再给大家看一次 有边框 没有边框 那我们先上传没有边框的 然后按开启这档 好 它上传了 我们可以再继续选择档案 其实这个可以复选 如果刚刚按住Ctrl的话 可以选择它 再选择它 两个一起选 那我们刚刚已经上传了 没有边框的 我们这次来上传有边框的 按开启 它要上传了 OK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 add selected 就是新增你已经选择的档案 那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 两个都把它选起来 然后按add 增加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有边框 下面这个有边框 上面这张图是没有边框 那我们点一下图片 我们选择 original size 就是原始大小 就是你本来的多大 上传去多大 它就会呈现多大 那这个也是 一般它预设会用medium的大小 或者是small 你可以自己选择 或者是large 比较大的 或者是xlarge 更大的 那由它自己的这几个 这四种尺寸 都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其实我会建议 我们先用刚刚的那个软体 hypersnap软体 先把它做成我们自己要的那个大小 然后再上传到网站上去的时候 我们再去选择这个original size就好了 original size就好了 我们原始大小就好了 OK 然后发布 好 就这一篇 我们按检视 检视就是检视这一篇文章 我们可以发现 没有边框的图片是这样子 那有边框的图片是这样子 一般我会建议有边框 会比较整齐 比较好看 因为我们不知道背景 这张照片的背景色是什么 有时候这个照片背景色是白色的 那他刚好你的网站也是白色的 所以会常常让人家搞不清楚 会比较没有整齐的感觉 比较不整齐 因为他不晓得你这照片框到哪边 那如果说你照片有加边框的话 让人家感觉会更整齐 这是我的建议 那如果说你希望知道这张照片 比如说我回到首页 我希望这张照片能够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的照片到底要多大 我们就一样可以用这个软体 那这个软体有个好处 这边有选取区域 按一下选取区域 然后他会跑出这个交叉的十字线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用来作为量测的工具 比如说这张照片 我从左上角开始量起 对准这边 点一下 点一下放开 然后再往右下角拖拉 你有没有看到中间的这个像素 464乘以332 根据你移动的大小 他中间那个 现在是343乘165 他会直接显示他的照片尺寸的大小 那他也是一个卡图的软体 比如说 我现在要这张图 假设我到某一个网站 找到一张图我喜欢 我要把它卡下来自己用 我们把它选到你要的大小 比如说 这张图的大小是462乘331 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区块是刚刚好的 假设是462乘33好了 那再点一下 他就卡了 我就卡了这张图片 那这张图片就是你要的大小 然后我们再按这个 另存新档 或者是你用档案 另存新档也可以 再把档案存下来 把档案存下来 比如说我再把它存到我的低槽 图片1 存档 好 这样就存下来了 那假设说 这张照片 比如说我们去卡一个图 我们希望它也是这个大小 但是那张图的原图很大 你又不想只卡某部分 比如说 假设我到Google去寻找一张图片 比如说我打 树叶 有很多树叶的照片都非常漂亮 我按图片 比如说这张图片很漂亮 然后你一看 哇 它的完整大小是1024乘768 非常大 这么大 那我如果只用刚刚那个软体去卡某一部分的话 那没有办法呈现全部的样貌 我希望整张图 可是我要让它整张图缩小怎么办 很简单 右键 把这样图先存下来 然后 存在 比如说我存在低槽 big leaf OK 存档 然后再用刚刚那个软体 hypersnap软体 这软体很好用 又很简单 而且它不用安装 它是个绿色软体 就是直接点执行档就可以开启了 不用install 然后你再把它开启 找到刚刚那张图片 刚刚是big leaf OK 开启 哇 很大 对不对 很大 那 这张图片 我希望它缩成 刚刚的 刚刚网站的这个大小 这个大小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这个大小是多大 如果再用这个软体去卡图的话 点一下 四六一乘三三二 好 这个大小 那这时候你可以按 escape esc 跳出 我只是想知道大小而已 我并没有拍图 所以我按 跳出 我只要记起来 四六一乘三三二 OK 跳出来 好 不要卡他 然后再到刚刚那个软体 按图像 然后 调整图像大小 点一下 然后 四六一 那 因为我这边有 保持外观比例 所以它会自动把高度也缩减 我们刚刚 希望它的宽度是四六一 然后希望高度是三三二 可是因为它保持外观比例 所以它就自动变成 它的比例 变三四六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勾够拿掉 变成三三二 然后再套用 OK 这样就变成我们自己想要的大小 再按下执行 好 这样就确认了 然后再去存档 这张照片的大小就存成了自己要的像素 就是三 然后再按下执行 4 4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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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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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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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让我们的网站的图片大小都符合你自己要的需求 我们再回到头影片来看 我们刚刚已经教完了 再复习一下图片有没有加边框的差别 我们刚刚已经在网站上有看到了 然后利用简单的软体来修图加边框 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hypersnap 它可以加边框很简单 然后缩减你的大小 或者是利用简单好用的拍图方法截图 像刚刚的那个截取区域 然后把它荧幕的 只要你荧幕看得到的 你都有办法把它截图下来 也可以把它测量它的长宽 调整成我们需要的大小 OK 那翻例刚刚已经看完了 这就是我们的11张 如何插入适当大小图片的单元